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南省西南部 于缅甸接壤 这里一年四季气候宜人 不仅有火山 温泉相互辉映 神奇美丽的高黎贡山 也使这里多了几分神秘色彩 当然 如果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藤冲之美 有一个地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那就是位于藤冲县西南部的和顺古镇 是不是特别的美 蓝天白云金黄色的油菜花 还有宁静的古镇脱落有致 电视之间的观众朋友 是不是特别的羡慕我能够在这样的美景当中 我们这一次来到的是滕冲的和顺古镇 那么今天我的任务就是带电视之间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领略一下和顺古镇的独特风采 和顺古镇始建于明朝初年 距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 古镇房屋环山而建 从东到西建次地生 绵延两三公里 整座镇子本墙带把 是典型的徽派建筑 走进这里 你不仅能看到清溪绕村 垂顶浮岸的盛景 许多明清时期的祠堂 台方 也为这里增添了几分韵味 不仅如此 乡村许多民宅之中 还存有不少古董宝贝 李奶奶家就是其中之一 奶奶你好 好 奶奶的眼神可真好 还在这做针线活呢 奶奶 奶奶您今年高瘦了 今年八十一 八十一岁 对 您精神都可真好 您带我看看 我发现你们家有很多宝贝 这个是什么奶奶 这个是美国的考虚 美国的考虚 这个地方叫高 高大一层层一点 这个是烧开水 煮鸭杯 这三个保温 上面烤骨干 下面烤面包 还这么有讲究 那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日本的杆面银 日本的 现在还能用吗 还能用 还可以用 还可以用 这应该有点年头了吧 有了 多少年了 不了年 在时候里的 那有点年头 那你们家还有什么宝贝吗 给我们大伙看看 那个是玫瑰棕 那边那个 那个是玫瑰丁 我看下面那个钟板 还一直在咬 还能再用吧 没想到 在这样的一个西南边陲小镇 还能看到这么多的西洋宝贝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确实 说到古镇古城的古老人家 我们觉得应该有一点年代感的 有中国本土的老物件 对对对 但是在这确实有老物件 但是大概都是来自于西洋的博来品 对 所以这个杨阳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呢 之前小的时候 我就经常到他们家老宅子里面去 然后我就觉得 好多稀奇古怪的这些小东西 特别感兴趣 但是呢 小的时候没有去深究 等我长大了之后 进入了这一行 然后有一次我去拍节目 然后节目结束之后 我就又到他们家去了 然后那天呢 已经是时间有点晚了 然后我一进去 光线挺暗 就老奶奶一个人坐在那摘菜 因为他们家是一个三进的院子 挺大的 一下子就 这个房子好像有一点点那个空旷 有点冷清的感觉 我就坐过去 我就和他聊天了 然后他就和我说 他们家之所以有这么多的 这个西洋来的东西呢 是因为他的祖辈 以前都是在缅甸做生意的 然后那个生意越做越大了之后 生意就已经是发展到了各个国家 就会把这些东西给带回来了 然后他从小啊 他吃的东西 包括他穿的 都是很多都是从国外来的 他还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是三几年的时候了 他就已经是能够穿上皮鞋了 我说老奶奶你当时是不是觉得特别骄傲 特别自豪 然后他思考了一下 然后他就和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不 其实对于我 在我看来 我觉得没什么稀奇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爸爸能够每年平安的 从缅甸回到家里面来 才是最重要的 就他带不带什么东西给我 其实都不重要了 一下子我听了之后我的那个心啊 就觉得特别难受 那父亲这种 可以说是背井离乡的外出打拼 我们现在叫打工啊 那时候有什么说法吗 那个时候在咱们腾冲 叫做走移方 走移方 这个说法很特别啊 为什么叫他走移方呢 那么走移方呢 其实他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到外面去 出外面 就是和中国不同的地方 然后因为咱们腾冲那儿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很多人第一站都会到缅甸去 九二九七 现在这个走移方 现在一提起来呀 就会觉得说是 到缅甸去 是这样的 都是到那儿做生意 所以这个走移方 在咱们腾冲 有点意思是去缅甸 而且意思就是去做生意 这件事情 对对对 那在和顺这样的 经过走移方的历史的家庭多吗 对非常多 只要你去到和顺 可能你随便进一个小院里面 都会有一些这个西洋的 或者是缅甸过来的东西 所以说看到这个和顺古镇的 这些西洋物品 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对 这跟咱们和顺人 走移方的历史有关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嘉宾席 我们还请来了一位 腾冲的文化学者 王达三先生 您好 王先生 您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在咱们腾冲 有那么多人要走移方呢 腾冲人走移方这个传统 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 腾冲人比较多 田地比较少 他们走出去到缅甸那个地方 更有发展的机会 第二个呢 腾冲交界的缅甸那个地方呢 相对资源丰富 各方面的经济条件非常好 所以他走出去发财的比较多 这样带来一个一个一个的发财的效应 就越走越多 第三个呢 在明朝洪武年间的时候 腾冲的汉文化都是从那个时候 军村庶边来到腾冲的 他们在骨子里面呢 有一种军人的血液 敢于出去闯荡 所以腾冲走移方 一带接着一带 一带接着一带 出去闯荡 好 谢谢王达三先生 谢谢您 谢谢 好朋友们 咱们看过了这个腾冲的美景之后 我们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到马尔他的米迪纳去看一看那儿的美景 马尔他是地中海中部的岛国 有地中海心脏之称 它位于欧洲最南端 地理位置上甚至比许多北非国家更考南 公元前十世纪左右 这里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 1530年 欧洲三大骑士团之一的圣约翰骑士团来到这儿 使马尔他从此成为了一个深受欧洲文化影响的天主教国家 姆迪纳是马尔他的旧都 也是这个国家最古老的一座城市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 在古城中漫步 你会看到许多中世纪风格的建筑 教堂 小巷 古老的雕塑 无不再向人们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往 而事实上 姆迪纳也被称为寂静之城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光看我们短片里的空境 确实这个姆迪纳的人不太多 但是也不至于寂静 汪洋 为什么姆迪纳被称为寂静之城 其实刚才我看这小片 也特别有感触 因为我去之前 他们就跟我说 这个城市叫寂静之城 但是等我去了之后 我发现一表都不静 就是我下午大概两三点钟去的 因为那个地方算是 它整个马尔泰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圣地 所以全是游客在那 尤其是在门口那个地方 然后标志性的建筑 很多人在那合影 我说这哪叫寂静之城 特别热闹 但是等到差不多六点多钟 奔七点的样子 就天色慢慢暗下来了 游客开始散 就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奇妙的现象 几乎就是太阳一落山 城市刚黑下来那一瞬间 人就散干净 就游客们都走了 说句不太好听话 就跟死一般激进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完全跟下午那种热闹 是巨大的反差 反而我 因为我是为了做节目 我点留的晚了一点 就是你会突然觉得 在城市里走都有点渗得慌了 没事了 我似乎没有听到 这个外来的人住在里面 对 这其实是一特别好玩的事 曾经有过 然后是怎么回事呢 是就刚刚那个小片里 看到一个大教堂 然后大教堂门口是一个小广场 本来那个是当地的一户 王公贵族的后代住在那里面 然后后来教堂要修建的时候 就问能不能商量 说我们要这块地儿 修教堂 能不能请你们 就是拆迁 你们搬出去 这家人就同意了 搬走了 但是等搬走之后 就修那个广场的时候 在地下 挖出了巨额的金银财宝 就那家族的祖先给留下来的 这家人不知道 就一直埋在地下 等搬走了 教堂给发现了 虽然后来我没问 这教堂有没有把这东西给人呢 但是就那一件事之后 整个这个城里的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无论现在这个后代生活的状况怎么样 但是祖上留下的这个宅子 是绝不售卖 也绝不出租的 因为谁也不知道 万一谁家后院还买什么东西 但是也不会有谁说 自己挖了自己家地下 是不是有宝藏 也没有人去碰这件事 没人去做这件事 好朋友们 谢谢汪洋的介绍 在今天我们的嘉宾席 也请来了一位 那么就是马尔他的 驻华大使馆的大使 克里福先生 您好 克里福先生 您好 您有听说过在这个姆迪娜 这个不一定的什么古宅下面 就有宝藏的这样的传说吗 也听说过 经常那个在修复 这些姆迪娜的这个围墙 或者什么那个古代的建筑物的时候 要挖坑的时候 经常会挖掘一些古代的一些东西的 但这个都是都是史前的 大概都是公元前呢 两三千年的一些出土文物 这个都是我们当时好像都喜欢那个很胖的女生 类似于我们唐代的对女生的审美 这姆迪娜的是位于马尔他那个主导的正中央嘛 而且他这个地方比较高 都是两百尺高的一个地方嘛 所以他历史以来的所有的居住在马尔他的各个国家的人呢 都选了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古代罗马 罗马帝国的时候 他那个总督也设在那 阿拉伯人呢 法国人呢 西班牙人呢 到最后是那个圣约翰七师团呢 都选上这个地方 选中这个地方 把他们的这个基地都设在那了 好 谢谢克里夫先生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嘉宾席哈 中间也坐着我们城市一对一的老朋友 就是中国思想领袖品牌研究院的院长 吴富彪先生 吴先生 两个城市的美景 您看到了怎样不同的风光 我感觉这是两座双脚走出幸福来的城市 那我们的那个腾冲 又叫极边第一城 在这儿呢 就是贡山耸立 怒江奔涌 历史在这儿风云变换 但是这儿最触动我的呢 是河顺人的走一方 在那个曾经的蛮荒之地 河顺人用他们的双脚 走出了河顺桥乡 也走出了河顺人的倔强和骄傲 那么当我们来到马尔他 这个地中海的心脏 它都曾经是强敌争夺之地 那么如今这个极尽的穆迪纳 却成了欧洲休闲度假的后花园 当我们来到腾冲和穆迪纳 这样很有故事的千年古城 那么当你就说踩着脚下 悠久的历史 漫步的思想的云淡 那么你会感觉幸福就在当下 就在脚下 谢谢 好 谢谢吴福彪先生 好 在本次腾冲之旅啊 我们的外景记者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 到底有多特别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找答 奶奶 今天家里有头脑吗 没有 今天没有啊 今天没有啊 阿姨 今天咱们家有头脑吗 没有 昨天阿姨今天没了 你肯定会在想啊 我为什么一直在问当地人 你们家有头脑吗 这个头脑究竟是什么 我得先说一下 这头脑和这个完全没关系 它是腾冲当地的一道美食 但这个美食是什么样的 又是怎么做的 我也不知道 所以阿姨今天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耐心一点和我一起啊 继续寻找一下这个腾冲美食 头脑 走吧 阿姨 你好 阿姨 你好 今天咱们家有头脑吗 今晚上有的 今天就有 今天晚上因为我小孙孙喜欢吃 几乎天天都给他做一点 我们今天算是沾着这个小朋友的夫妻了 快进来 欢迎你们 走了走了 我们的记者跟着这位刘阿姨来到后厨 忙活了起来 为了招待记者 刘阿姨可是准备了不少腾冲当地的特色 面对着这么多琳琅满目的美食 我们的记者却还不知道哪个才是头脑 阿姨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啊 本来想找一道菜叫头脑 结果阿姨给我准备的是四菜一汤啊 是不是 那阿姨哪里是头脑呀 你猜 哎呀 我猜一下啊 我猜 这个我知道 这是我们云南的耳块 肯定不是 这猪条也肯定不是 这汤100%都不是了啊 就这两个菜排厨法 我猜虽然这个是用鸡胸鲁肉做的 但是因为是白白的像这个脑仁儿 我猜是这个是头脑对不对 不对 不对 这还是头脑 这个是头脑 我看这个菜里有鸡蛋 然后有这个瓷巴片 还有火腿 是头脑 我可都想不通啊 我得尝尝 不对 要浇上净凉水还可以吃呢 原来这个不是汤 是用来和它搭配的 浇上 可以挺长 浇上去的时候就是方江四溢的 我得赶快尝一下 真丰富啊 里面的食材就有很多种 嗯 口感非常的好 嗯 因为加了这个酒量 所以有甜 甜中还带着酸味 这酸里啊 还有点咸味 因为里边有这个葱和姜的原因 还有点微微辣辣的 这一道菜啊 真的是吃出了人间百分好几种口味啊 嗯 可是我还是想不通 这么好吃的一道菜 它的名字 为什么叫头脑呢 好 我们的记者也在问啊 这样一道菜 为什么叫做头脑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共同的问题 能够告诉我们答案吗 刚才这短片看了 我一直在咽口水 馋了 对 这头脑呢 是咱们腾冲人 就是每年 大年初二的时候 必吃的一道美食 嗯 为什么叫头脑呢 这个 是取非常好的寓意的 说吃了这个头脑之后啊 一年到头 有头有脑 而且做生意啊 是顺顺利利的 转得满盆满波 那么像大家刚刚看到了 那个头脑里面 它有鸡蛋 嗯 鸡蛋呢 是圆的 也就是团团圆圆的意思 嗯 然后有那个红色的腊肉 那腊肉呢 就红红火火 嗯 然后还有就是 那个红糖 白酒水 那个呢 就是甜甜蜜蜜 还有葱 葱啊 就是聪明的意思 所以这样非常有营养 而且带着美好寓意的 这样一碗头脑吃下去 你说你能不由头有脑吗 有头脑 而且刚才这个杨瑶一看 就是吃过 看到家乡的美食 已经潜得流口水了 对 我也想问问王达三先生 那咱们腾冲 这头脑这道菜是如何形成的呢 如果追溯历史去看的话 这个头脑呢 这个美食呢 从根源上来说 应该是中原文化传承过来的 在隧虎传上就讲到了头脑 其中讲到雷痕 擦翅虎雷痕 赶一碗头脑 然后也讲到西门庆 在酒醉以后 喝了茶以后 再吃头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明朝的小说 讲宋朝那个年代 讲到头脑 三西也有一个 叫头脑的这么一个食品 它是当然是羊肉汤 这个食品呢 从明朝末年到清朝的初年 到现在 那还在吃了 所以头脑这个食品呢 应该是中原文化传到腾冲来的 当然它加上了腾冲的本身的食材 加上了腾冲本身的一些文化 所以说头脑呢 应该是中原文化和腾冲本地的文化 相结合的这个产物 好 谢谢王先生 在腾冲除了这样一个 有头有脑的菜之外 还有一个美食 您再去看看是什么 我只要能爬到树顶 我今天就能有好吃的了 加油 好累啊 其实我根本就爬不上去 春家在上面呢 大哥有说过了吗 还没有啊 你敢帮我找找 今天我们的记者要寻找的这种食材 名叫棕包 其实它就是棕树的花 生长在棕树枝叶和树干的连接处 只要包去外面裹着的 类似于笋衣一样的外皮就能找到 这种食材在腾冲十分常见 也是当地人很喜欢的美味 您真是能上能下呀 辛苦了辛苦了师傅 这个就是那个好吃的棕包呀 对 这就是棕包 这怎么吃啊 那我给你看 今天拔开就可以吃 那棕包里 你可以吃到看 哦就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你看你看 长得是不是特别像那个鱼子 那你吃到看 就这样吃啊 嗯 还挺清脆的 嗯 这也叫好吃 那么苦师傅 苦中白天 是不是 你再揪一下 应该多吃两口才会有一种点甜味 对 嗯 先苦后甜 嗯 还行还行 那我们当地就这么吃吗 我们还可以吧 还可以从棕包炒鱿肉 棕包炒肉 嗯 对 当地都是我们试试吗 对 还是一早我们得试 嗯 那还等什么 赶快走来 去找别的棕包炒肉 嗯 你看这道菜 四则夺目 方苍四溢 我得赶快尝尝 这儿有一块大的 嗯 大家看上去啊 你看 这个形状是不是特别像鱼子 吃起来跟鱼子也是有点像 也是那种咯吱咯吱的特别的脆 在山上啊 我们出厂的时候啊 因为是那种生的 嗯 所以吃起来啊 是有点苦 但是现在吃起来啊 炒完之后 它反而有点饭甜了 很好吃哦 它有很多做法 不但可以炒肉汁 还可以两瓣 可以烧棕包汤 它都是一种美食 并且它的肉体有很多好处 哎 说到这个好处 我就想知道 它的好处在哪呀 好 腾虫带来的美食都挺新鲜的 一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名字哈 一个就是棕包 对 一般人都想不到会去吃哈 对 但是这个棕包炒肉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好处呢 对 确实有 什么好处呢 棕包是非常特别 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能吃的只有咱们腾冲那儿的是可以能吃的 啊 为什么 因为其他地方的都是苦涩的 但是咱们腾冲的是属于那种胃苦 但是刚刚主持人说的 回甘 但是回甜的 而且呢这个棕包可以降血压 然后平干火 然后苦的东西它都会有一定这个清热消炎的这个作用 像我妈妈 我妈妈她就是高血压 然后她经常会在家里面 然后会弄这个凉拌的这个棕包 其实对这个控制高血压还是挺有用的 我觉得 而且这个棕包啊非常好玩 再咱们腾冲啊 除了叫棕包炒肉的话 还叫菇叶菜 就这男的一般情况下 如果我要结婚了 我要带着我的男朋友先到我家去一趟 然后如果我妈妈满意了 她就会炒这个棕包炒肉 她就放肉 如果说她不满意 她就不放肉 这个信号是吗 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话了 那今天为什么要吃这个棕包炒肉 为什么要叫菇叶菜呢 因为它棕包是苦的 然后就是丈娘 老丈人 要考验一下未来的女婿 能不能吃苦 那你的男朋友经过这个考核了吗 过了 真的有 能不能吃苦 过了 当时肯定觉得苦忍着呢 为了娶到你 当时估计一盘都是肉 那您受不了关 一盘都是棕包 还给吃完了 很有意思的一道菜 对 非常有意思 好 那我们再去看一看 马尔他的姆迪娜 有怎样的美食 独特的地理位置 赋予了马尔他 独一无二的饮食口味 由于毗邻意大利 马尔他菜肴中 融入了许多异餐的元素 而坐拥着地中海 丰富的渔业资源 华尔他人对海鲜的热情 也是非同一般 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城市 穆迪娜的饮食 就体现了这些特点 随意走进一家当地市场 你绝对会惊叹于海鲜 对这座城市的影响 我们的嘉宾汪洋 对穆迪娜海鲜 也是感情颇深 最让他难忘的 又会是什么呢 短片定格应该是八爪鱼 对 这个你吃了吗 到哪 对 吃了 那印象深刻的是它吗 不是 还有比它印象还深刻呢 当时我吃的印象最深的 是一种鱼 那个鱼当时 给了我一个英文的名字 我也没记住 但是回来一查 叫中文名叫奇秋 奇秋 这名可能大家有点陌生了 这鱼还一个外号 叫狐狸鱼 先不说这鱼的味道 就是这鱼为什么叫狐狸鱼 是因为这鱼太聪明了 它聪明在于什么 它捕食的方法也挺逗的 如果它只是在水平中游的话 谁都能看见它 它很难逮到东西 因为它游得不快 所以它就躲到那种树叶底下 就是有点守株待兔的意思 它是守株待鱼 就是谁从那儿过 啪 逮一口它就逮到 它也是吃鱼的 它也是吃鱼的 就是人就发现了 它这习性了 大家故意往水里扔叶子 就让它往底下走 等你来 我扔叶子 等进来了拿一钞 这一只 就割叶子 多了一只 超一只 就是螳螂捕蝉 黄蟹在后 就是讲这个 所以这鱼就是这么被人 背上来的 我有点同情这个吉丘了 那么聪明 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 能够安全饮食的方法 还被咱们给破解了 变成了桌上的美食 对 那同情完它 那毕竟是说美食嘛 还是得说说这吉丘捉到了之后 我们怎么烹饪 怎么吃 我吃那种做法呢 有点类似于咱们的清蒸 但是它是稍微把表皮烤了一下 然后再蒸熟它 它几乎没有太多的香料 就是有一点点柠檬 有一点胡椒 可能稍微把鱼稍微腌了一下 但是它烤完之后 往桌上一放 首先那香味就特别刺激 因为加上柠檬那个酸气 就觉得一笑口水就出 现在口水都出来了 然后它肉很紧实 然后你咬到嘴里 它又不会硬 就很有弹性 然后最重要的是 因为新鲜 所以肉汁特别的饱满 我都想吃了 太好吃了 克里夫先生 您在家乡经常吃吗 经常吃 这是我最爱吃的 它有一个做法 是我妈妈经常给我做 当时是做成派的 就把它肉碎成那小块的 那个刺的大刺都拿掉了 然后放这个面层里面 也特别好吃 煎一下 还有油的那个煎过的香 行 这菜再说下去 我也说不下去了 今天这个克里夫先生 也非常的热情 给观众朋友们 带来了一些马尔他 可以带出来的美食 咱们尝一下 来 那现在这个克里夫先生 可以说带了非常好的 这个当地小吃来 快给我们一次介绍一下 他们都是什么 对 这就是pastizzi 这种形状的是 里面有奶酪的 这种是里面有绿豆的 这是我们最爱吃的 这种小吃 这三样都是甜的东西 这个一般都有节热的时候 会吃这种 这是一种糖 里面有杏仁 这个我们天天吃的 我们叫做蜂蜜圈 这个是杏仁做的 杏仁里做的 都是手捏的 你看 就是一捏 这有馅吗 没有馅 就是这样的 吃一个 我吃一个 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 你们也吃一个 这个蜂蜜圈里面 我怎么看得下 有巧克力似的 不是巧克力 那是蜂蜜和焦糖 这个是杏仁的 好甜 最后重点说这个是吧 我说这个是这种奶酪 这种奶酪是羊奶做的 做好了以后 泡在醋和胡椒粉里面 之后它会吸收醋的味道 还有胡椒粉的味道 尝尝这个鸡大 怎么样 首先你吃它 就是特别酸的感觉 这就是醋的味道 奶味特别浓 奶味特别浓 而且如果这个奶酪 如果您不太喜欢 羊肉的那个山味 您可能有点难接受 您最喜欢吃哪个 我还是最喜欢吃这个 重口味 你们不太喜欢吃 我高兴 带回去自己 不可以 我们的观众 挺喜欢吃的 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也尝到了马尔叉的美食 不管是什么样的味道 大家都来尝一尝 说一说 谁来说一说 好 大姐 我看你什么你都吃 你必须得说 我刚吃的那个 羊山味那个 真的很痛苦 吃不惯 吃不惯 接受不了 后边的牛炸糖 跟咱们那个牛炸糖差不多 那个点心也是 就是那个咕咪圈能吃过 咕咪圈对 好 请坐 谢谢 看来女士相对 还是比较喜欢 接受这个马尔叉的甜食 谢谢克里夫先生 再次感谢您的美食 咱们把掌声送给克里夫先生 谢谢 好 咱们马尔叉的美食 尝得这么热闹 我相信这个来自腾冲的头脑啊 或者说我们刚才还吃的这个 中包炒肉 您也一定没有忘掉 吴富彪先生 两个地方的美食 您品到了什么味道 这两个地方提供 最有脑子的美食 腾冲人吃的 这个头脑啊 中包啊 不仅是在享受一份美味佳肴 其实也是父辈们的 这个一份期待和嘱托 所以反映了咱们 腾冲人啊 都是很含蓄的文化人 这也反映了咱们的东方智慧 那么在马尔他呢 你可以饱餐各种海鲜 当然大家最不能忘的 就是这个有狐狸之称的祈秋 当地人或许还会告诉你 这个祈秋啊 饱含多种不饱和脂肪酸 吃了直接补脑子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吴富彪先生 怎样的声音能够起人心灵的眷恋 当动静音乐响起的时候 仿佛又回到了家园 什么音乐好看不好听 主要不是欣赏它的好听 城市一对一正在播出 好了 美食之旅暂告一段落 咱们不能光吃 咱还得丰富一下我们的头脑 丰富一下我们的见识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感受特色文化 先从中国的腾冲开始 怎么样 还不错 虽然我只是敲了这么几下 但是总算是得到各位老师的认可了 刚才您听到的这个音乐 它叫动静 是既有音乐又有诵经 其实在其他地方也有 但是在我们腾冲地区 是比较普遍 因为在这里几乎是每个尊子 都会有自己的动静乐队 像刚才我们演奏的这个曲目 名字就叫索南之 它是用来祝寿的 所以在这里 今年也是祝电视机前的您 能够寿比男生浮如东海 动静音乐历史多久 他因为演奏唱颂道教经文 文昌大动先经而得名 据传这种音乐起源于中美地区 明朝正统年间传入腾冲 并广媒流传 演奏动静音乐的乐器十分讲究 除了传统的梁琴琵琶 三弦二弗等之外 还有一些乐器并不常见 其中一样就吸引了我们记者的目光 您看我现在手里这乐器 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么霸气的一个龙头 尤其是配上两个可爱的小红球 为此我也是学了大半天 所以现在您要好好听听我的杰作 师傅您怎么突然就停了呢 您这一停我不就穿帮了吗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这走能床被也这么多年了 很多乐器我都是了解一些的 不过像这个乐器 我真的还是头一回见 挺稀奇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手里拿这个乐器 您知道它是什么吗 好 如果通过短片 这个乐器您没看得特别清楚的话 我们现场也把它带来了 对对对 这个乐器是什么 我想只有这个小杨 才能够告诉我们了 这个乐器呢叫做龙头二弧 它呢是一个低音的二弧 然后它的声音是非常的低沉的 它是在咱们腾冲的 这个动静音乐里面 非常特别的一种乐器 它只能是在动静里面用 因为如果你要单独的拉一曲什么曲子的话 它是拉不出来的 一个配器 对对对 单独不会成音 对 但是它又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像这个做这个龙头二弧 是非常有讲究的 那像这个托 这个它是一个千年的大树柳 然后做成的 然后它这个面呢是蟒皮 汪洋可以摸一下 是不是 对对对 蟒皮 对 汪南姐可以摸一下 好 真的是蟒皮 还有颗粒感 对 而且有日子了 对对对 我手上的这一把这个龙头二弧呢 已经是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是一个类似于是古董 那么像拉这个龙头二弧 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你要家世清白 要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 然后对你的道德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一般情况下就比如 这把龙头二弧 我的祖辈在拉 然后就会把这个手艺 这个技艺 对 传给我 然后这把二弧呢 也就跟着这个一直传下来 是这样 那现在腾冲是不是 几乎都不容易听到动静了 相反 在腾冲 太常见了 小时候会和老人去过庙会 然后还有呢 就是比如家里面有谁要过show 或者是老人去世了 你都会听得到 包括一直到现在 我们过年的时候 基本上 它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演绎的地点 你都能听到 就是我一直在想 这个咱们腾冲的动静音乐 能够一直这样完好的保存下来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和我们的一个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问问王达三先生吧 那您能不能告诉大家 为什么动静音乐这么有魅力 这个传承的时间这么久 而且在如今的腾冲还那么广泛呢 我到缅甸去的时候 也发现缅甸的华侨中间的动静音乐 也保存的非常完好 在那个地方呢 也有很多和顺人 他们和顺人呢 他们也是叫和顺乡 他们也选乡长 他们演那个动静音乐 是那种气场 那种感觉 你就觉得身在异国他乡 对家乡的这种眷恋 对文化的这种依恋 通过这个动静音乐会传出来 那么在腾冲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腾冲这个地方 它是一块中原文化的飞地 周围 腾冲周围都是少数民族的地方 那么他们当年 那个军屯宿边的将士 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 自然想起他们家乡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么一代一代的 是不是就把这个 属于心灵的家乡 心灵的眷恋 这样的一种音乐 把它保存下来 好 谢谢王先生 所以这是腾冲人心灵 在扶照的社会 有一种归属的方式 对对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去看看马尔塔 那有什么样的特色文化艺术 不仅是风景与美食 马尔塔当地的传统音乐 阿娜也是这个国家的象征 阿娜是马尔塔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 它以马尔塔语演唱 既可以单人独唱 也可以两人对唱 它的曲调相对固定 唱词内容可以根据现场情形 即兴发挥 演唱时通常以讽刺 调侃为主 风趣幽默 嘉宾汪洋在游历姆迪娜期间 又对阿娜有怎样的印象呢 你听到这个姆迪娜 有没有听到阿娜 有听到 我觉得马尔塔整个给我的感觉 就是很多时候都出乎我的意料 大家想象一下 一个岛国 海岛 阳光 沙滩 大海 美酒 就这个地方应该是特别热情奔放 是这种感觉 就你想要觉得热带的这种岛国的音乐 应该类似于比如雅买加那种 很欢快 很欢快 节奏感特别强 然后特别多变 就这种感觉 但是听到这个阿娜之后 就 它相对会比较静 而且节奏相对会比较慢 有点像咱们中国的二人传 咱们凭良心说 这个音乐本身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我觉得太慢了 然后我也听不懂内容 但是你会发现表演的人特别好玩 就是 他在唱的过程中 不像是有的歌曲 就是靠旋律 靠声音去打动你 我觉得他这个表演者 本身就是一个好的演员 他在唱的过程中 你通过他的肢体语言 通过他的表情 虽然你听不懂内容 但你大概能猜到 他唱的是什么 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当时我听的时候 是一个老者在上面唱 然后对着底下 就是刀刀刀刀刀刀 你也不知道他唱什么 就是那种就念 然后突然一个小伙子在底下 开始对唱 小伙子那种挺激昂的 也不知道说什么 老者那种特别鄙视的表情 就那种特别不屑的样的 他就唱这种唱 两人一直在对话 这个歌的内容是一直在对话的 我当时还 我当时跟我们向导说 我说我猜一下 我觉得感觉是 这小伙子喜欢这老爷子的姑娘 老爷子不同意 我觉得像是这感觉 后来真差不多 他真是这意思 就是你通过他的表情 他的肢体 你是能看明白的 都觉得挺好玩的 什么情境下 是在一个聚餐的环境 然后有点类似于小餐厅或者小酒吧 然后有三四个人在那拿着吉他在那唱 演员等于说是 对 好 这是汪洋作为一个外国的记者游客的体会 那么要问问这个马尔赛自己人克里福先生 我们外国人听不懂马尔赛语不知道唱什么 那您平时在这个马尔赛能听到的这个阿娜都唱过什么内容 这个阿娜 主要不是欣赏她的好听 我作为一个马尔赛人 我也觉得她并不是特别好听 而且那些唱这个阿娜的这些主要是老头现在 他们也不是歌唱家 他们不是专业的人 主要是她这个他们唱的内容 往往是那种带有逢刺性的 非常幽默 非常幽默 都会听得哈哈大笑的 这就是听懂的人 听不懂的就自嗨内容 那我想问问这克里福先生 您怎么样会唱吗 我会唱几段吧 会唱一段啊 那唱一段吧 我得站着唱 大家欢迎吗 对 掌声 克里福先生 为什么在这个马尔赛这个地方 就会有阿娜这种音乐的产生呢 这个最早的记载是在那个十八世纪吧 有一个专门研究那个音乐的 民间音乐的一个法国人 他就记载了好几段的 他那个唱法就很像北非的那种唱法 但是用的乐器也是欧洲的吉他 所以他这个也是那种就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的位置嘛 我们过去也是阿拉伯的殖民地有三百年的阿拉伯人在马尔泰待了三百年 就是大部分时间是欧洲人在那的 所以他都受这个欧洲和北非的这种影响 好 谢谢克里福先生 谢谢您 好了 那吴富彪先生 两个城市的特色文化艺术 我们也去感受了一下 我的感觉是耳目一新 您的感觉是什么 我也是感觉到耳目一新 那么从这两个城市的音乐呢 其实我们可以听到了一种人们对故土的眷恋 就像我们那个克里福先生那个《走东方》 他刚才那个演唱的那个民谣不仅就是说 是在传播马尔泰灿烂的文化 其实也是表明了他对故土的一种眷恋 那么像我们的动静音乐 不论是我们那个腾冲人走一方走到哪里 就把动静音乐带到哪里 当动静音乐响起的时候 仿佛又回到了家园 所以就是当我们要去一个城市 我们要了解它的文化 最好就去倾听它 最能勾起相处的旋律 谢谢主持人 好 谢谢吴富彪先生 其实刚才录到这里 吴先生也给了我们一个提议 就是到这个城市 您可以聆听那儿的特色文化艺术 聆听那种旋律 找寻这个城市给你心灵带来的那份震撼 那今天呢 我们的腾冲和这个马尔他的姆迪娜之旅呢 我的感受是 如果想要了解一个城市 即便你去过多遍了 一定不要忘了了解它的历史 历史是承载一个城市 承载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基点 好了 再次我要感谢台上以及台下加利息的嘉宾 还有现场变质纪念的观众朋友们 城市一对一 品味 城市魅力 咱们下期再见吧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